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4月2号 星期四 日本的东京大学的教授 叫做大泽生平 他在推特上爆料 他说去年10月的时候 东京大学的教职员工中 就已经知道了 中国的研究机构泄露了病毒 并且对周边的民众造成了危害 他说 但东京大学内部发布了禁令 指示不要传播这个信息 他说如果东京大学不惧怕中国的话 结局就会不一样 但是很可惜 我想了一下 就是说是要发会员还是非会员 但我想还是应该要发非会员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说他说的是不是事实 我不知道 但是他的确说了 作为新闻来讲 我给你报道一个东京大学的教授 叫做大泽生平 他发表了言论 至于他说的对不对 比如说 比如说巴菲特说了3821 这肯定不对 对不对 但是如果巴菲特他真的说了 321的话 这就是个新闻了 对不对 可能证明他老年痴呆了 对吧 但是这就举例 他没说321 假如他说321的话 我可以跟你说 我说你看巴菲特说321了 看来估计老糊涂了 对不对 这就是个事实 至于他说的话 对不对 我不知道 对吧 好吧 我专门去截了一个图 为什么 我很担心 我前两天说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 我当时是转推的 但人民日报 把他给删了 后来删贴了 今天我特地 你看截图 人民日报 那我也截图了 后来我又发了 对吧 来证明 他的确确说过 我当时我就想 就人民日报你要想 国际大媒体死农机 我只要一波 他第二天就得给我删 你知道吗 果然就删了 所以我也担心他 我担心我一拨出来之后 压力太大 他又删贴 所以我做了一个截图 一会儿我会做一个转推 把他的推文转推一下 好不好 但是我也有截图 作为一个保留 作为一个存档 好吧 一会儿你可以看推特 好吧 反正他说了 这是事实 他说的是英文的 你可以拿Google翻译 去翻译一下 自己看看 说的是不是这意思 好吧 志祺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